土拨鼠是生活在草原上的一种呆萌可爱的动物 受到惊吓时会发出啊啊啊啊的吼声 还曾因为大火的视频火了一把 而且成为了表情包的常驻用户 不少人在表达内心的愤怒时会用土拨鼠大叫时的表情包 为了很多人觉得土拨鼠比较有趣 会将它们作为宠物 而有的喜欢吃野生动物的人 则处于猎奇心理 持用土拨鼠 不由让人发出疑问 不怕传染鼠疫吗 土拨鼠可不仅仅只会尖叫 它体内还含有鼠疫感菌 是鼠疫的罪魁祸首 鼠疫是一种强烈性传染病 也是我国法定传染病中的甲类传染病 在39种法定传染病中位居第一位 鼠疫主要在镊齿类动物间流行 鼠汉塔等为鼠疫的自然宿主 鼠藻为传播媒介 临床表现为高热 淋巴结肿大疼痛 咳嗽 咳痰 呼吸困难 出血 以及其他严重毒血症状 本病传染性强 病死率高 鼠疫在世界历史上曾有多次大流行 我国在解放前也曾发生多次流行 目前已大幅减少 但在我国西部西北部仍有散发病例发生 曾经发生在欧洲的一场大规模的鼠疫 三年内死亡近三千万 这场病让欧洲的人口花了150年才复兴 14世纪中期 一种被称为黑死病的鼠疫 开始在西亚和欧洲大陆上扩散蔓延 据不完全统计 仅在1348年到1350年的三年之内 光欧洲就有近三千万人因黑死病而失去生命 三年里黑死病蹂躏整个欧洲大陆 再传播到俄罗斯 导致俄罗斯近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 如果再算上以后300年的数字鼠疫爆发 欧洲有近一半人因黑死病丧生 1348年德国编年史学家吕贝克 记载死亡了9万人 最高一天的死亡数字高达1500人 鼠草叮咬是鼠疫主要的传播途径 可将动物身上的病原体传播给人 形成镊齿动物早人的传播方式 另外病人呼吸道分泌物带有大量的病菌 可经呼吸道飞沫形成人际间传播 并可造成人间鼠疫的大流行 健康人破损的皮肤粘膜 与病人的浓血痰液 或与患病镊齿动物的皮肉血液接触 也可发生感染 除此之外野生吐蕃鼠身上 还携带多种体内寄生虫 蠕虫 宫形虫等 可损伤肠道肝脏大脑的多个器官 不管是当宠物养还是吃都要谨慎